紅海工太陽能 大家就問我說政府啊 紅海裡面有沒有跟太陽能有關的工息 你乍看之下好像沒有 我要跟大家講 紅海集團裡面太陽能的公司 我就立刻想到 我開始查了一下資料 我就找到了100年到102年之間 紅海其實有三個比較明顯的太陽能的動作 100年的9月 他跟大陸的一家 非常赫赫有名的公司 叫保利諧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多經濟的廠商 綜合一貫廠 簽了一個MOU的合約 當時就立刻宣布在江蘇投資15億美金 來供所謂的太陽能 然後第二個 他在100年的12月 在山西投資了一個900億人民幣的發電站 也是跟保利諧星合作 然後在102年的3月 分別有這三次 在廣西成立20座電廠 跟5家的發電企業 也是傳出跟保利諧星的合作 所以可見得 因為紅海跟保利諧星的關係 非常密切的情況之下 所以紅海這一次在印度的大投資的動作 跟軟銀還有Body合作情況 當然對這上游的部分的一個 原料的採購而言的話 很有可能最大的作為者 就是他最大的合作夥伴 叫保利諧星 而台灣為什麼要特別提保利諧星 因為保利諧星跟台灣的一家 太陽能電池的公司 關係也是非常密切 應該說他也跟這家公司有簽MOU的合約 那是誰大家知道嗎 4934的太極 他在紅海前三個月 就是100年的10月6號 他跟保利諧星跟太極 在大陸召開記者會 當時保利諧星還幫他站台 太極也幫他站台 然後呢 簽了5年的MOU的戰略合作協議 也就是說 有保利諧星提供給太極矽金元 然後太極幫保利諧星代工所有的電池 跟模組的代工 加上銷售的通路 當時有開了一個記者會 所以台灣其實跟所謂的保利諧星關係 所謂最密切的就是電池的這家太極 而且太極你看 他這一波是所有太陽能電池公司裡面 跌幅最大的 跌了41%多 回廠幅度最深 而更不恰巧的是 太極確實太陽能的廠商當中 第一季唯一賺錢的一家公司 你看他其實以目前的價值而言 是不是相對被低估 因為唯一一家只有他賺錢 然後他現在目前是低於禁止 而且呢也只有他有出現比較明顯的配股配息 加上他剛幫完憲政大幅中大套牢 因為他辦憲政是17塊30 所以我趕快跟大家講說 假如有紅海基工太陽能的話 我認為保利諧星跟太極的三方合作關係 這樣非常有利於太極現在看起來 他的產業結構調整得相對好的情況之下 又加上他跌幅最深 我說跌幅最深或許是最大力度 唯一看起來可以跟紅海基盤 但工太陽能這件事情搭上一點線的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